观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收看今晚的新闻三十三 下面呢,我将邀请来自各当邦佛学会的嘉宾呢 给您聊了有关佛学方面的话题 观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请到了各当邦佛学会的第十八世 总图仁波学会吉祥佛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 跟朋友们聊了有关舍利方面的话题 您好,欢迎您 是,主持人好,观众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想请佛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有关舍利方面的话题 那么说到舍利呢,可能我们都听说过 但是它对它怎么形成 还有它那些作用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 那是不是能够利用这样的机会 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它舍利是怎么形成的 舍利有一般人死亡之后 但是就称为元吉 一说能自在的时候 他修持好的时候 所以称为元吉 就内盘寂静的一致 那这个有的是烧火化 就烧出来的 那有一些是自然形成 所以在西藏也好 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 有好的修行人 他直接整个身体可以融化掉 就连这个骨头肉就全部可以融化 可以融化 天成舍利 那我就可以产生这个 这些一颗一颗的舍利质 所以有的人都会提到说 那是不是结石 因为它的成分不一样 所以也经过一般有经过检验嘛 就在美国在很多全世界都有 在日本也有很多经过很多测验 它磁场跟能量跟它的物质现象不同 所以比较不是一般这个星球的物质现象 所以也就我们吸收这整个宇宙好的能量的时候 在修行的时候会转换 所以透过烧出来也好 或自己本身比较高的修持的时候 就会融化掉 所以修行还是有千差万倍 它会产生不同的现象 那我们说它这个形成 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台上 也放着一些舍利 舍利呢 刚才你说是像这个舍利词 那像看看是不是也给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 跟舍利看来是有不同的这种种类是吧 像这个 这个是古舍利 古舍利 这个是佛的古舍利 那这个古舍利白色 也有黑色 黄色 绿色 蓝色 有个不同不同的颜色 它的大大小小 像这些小的是新生的 它可以增长 可以消失 它可以消失 对 会消失 突然会不见的 突然会不见 就在这几分钟 几秒钟内 它会突然消失 这说的还很神奇 它是有缘才在的 所以佛设立在全世界的寺庙 大部分很多都有 大部分都少数 而且是真身 大部分也是小小 不会很大颗的 就好像这些材质 好像很细的 像看到这么大颗的 我们在这次有展出的时候 会看到很大的 形形色色 来自有几十个国家的设立 相当多 包括有泰国皇宫来的 有斯伊兰卡身亡的 泰国身亡 缅甸 尼泊尼泊尔 不当国家送的 就文化部长这些 送的设立 有全世界的进化 包括西藏 这个包括有 非常的多的国家 那这些设立产生 那么这个 所以都是变成 这个 当时印度 分为八国 因为为了抢这个设立 为战争 就佛陀的设立 所以 那么这个 后来就 军分 就八国精分 所以平息这个战争 那后来就 阿语王做了八万 他的 只是其中一份而已 做了八万四千个塔 这已经 我入灭之后 两百多年后的事 所以 做八万四千个塔 遍布世界 所以我在这古塔里面 所以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设立 大部分做很多塔 从古塔里面拿出来的 但大部分都换回古塔 那少不拿出来就很多了 就已经是 数不清了 当开始是有八万四千颗 这样的设立 但是后来又不断的延伸 光 这个 阿语王他 那一份就 做了八万四千个塔 可以想想 就非常的多 对 但是只是一般看不到而已 像这个 这样的古设立 那么这个 有各种不同 这个是肉的设立 肉设立 这肉是 所以到时候会给大众用那个放大镜来看 这个是佛陀的脂肪的设立 看来有点像黄黄的 对脂肪 但旁边是骨 但中央是脑 脑的设立 像这个 这个是彩色的 就是 就佛陀的 脑设立 脑部就脱了 就好五颜六色 用放大镜的时候 你看照光 他可以 三三八亮的 用各种五颜六色的 他会变色 红色会变绿色 也会变色 他会不是说一般的现象 他这个黄色就黄色 他永远是黄色 这个是金黄色的 对 很漂亮 三寸发亮 这个也是 这些全部都是 不同的佛的 七彩的设立 在这个现在看到只是几颗啊 到时候会看到 灵满满目啊 非常看得到 非常的多 就前世最多的设立 最多的设立 都在我这里嘛 只要在这世界上 看得到的都有 不管任何国家 所以现在只是看到几颗 对 那么刚才讲的说 火佛讲到的是 这个展览啊 那么就是在 12月14号到22号呢 是在我们 Unit 1 232号 Welling the Street Hawak呢 有这样一个佛陀舍利展 那么具体的展触日期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是从12月的14号 到22号展触 那么具体的日期呢 是这个展触的时间呢 是10点 上午的10点半 到晚上的8点半 所以那些 观众朋友 如果你比较感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去看看 这个佛陀舍利展 特别是呢 我们在开幕时的当天呢 还有相关的一些 咱们新西兰的一些议员呢 先来参加这一活动 那么刚才呢 我们说的这个 这个舍利 佛陀舍利展 这个舍利呢 那我们说 我们来观赏它 或者说 我们要来供奉它 它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 因为佛舍利 它是 留下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广节菜园 大部分的祖师 他有留舍利的 有的没留的 大部分都没留 但留下舍利 是让每一个众生 可以供养 比如这次舍利 我们也 这次展出 我们会让大众来供花 那么这个供灯 还有其中也有灌顶 那么这个跟异佛等种种的结合 让每一个人有这个善缘 可以增长我们的福慧 我们福报跟智慧 可以让我们这个灾难消除 我们平常身体要健康 万事如意 做什么事能顺利 这个都要靠这些改变 所以能得佛之加持 所谓加持就是 我们就不好把它变好 好让它能变更好 这个就是一种 世上也是一种能量磁场的反应 所以设立到的地方 它就不一样 它的能量 它的磁场 它能给人的那个能量 很祥和的 所以身心很舒畅的 很快乐的 所以因为修行人 他就是感觉不一样 就好像一般人很阴的时候 你感觉就是很阴 不舒服的 对 磁场不好 能量不好 那整个宇宙的所有能量一样 集中这个精华 就这样在这里 那么我们会被它反射 就好像我们的手机 这些电脑会有不好的辐射 那它是正面能量的辐射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 从各方面的结合 那么所以就比较智慧上面的 所以我们修慈心 我们修爱心 修还要升华大悲心 修不得心 这比较超越的 但一般东教 大部分都善良 所有东教都是 我们修慈心 悲心 爱心 但我们还要更深化的 所以它的能量 当然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 这个 我们在这学 这次展出 也结合佛法 包括开示 讲座 那么主要的目的 就是引导大众 能修学佛法 训习佛法 接触的时候 我们对它会有全面性的了解 藏传佛教 也一边揭开这个藏传佛教的神秘面纱 把这个佛法很智慧性的结合 那么我们除了要各宗教的这些修禅之法 还要更神话的那么来修念我们的身心 就好像我们做工 吃饭睡觉都是为了快乐 财 民 社都想快乐 可是为什么不圆满 也有它的原因 但是既然可以生得出来 一定有方法可以走向圆满的路 可以让它清静自在来去自路 不是当这个生命消失 是让它自在 那这个就比较高的智慧 所以超越一般宗教的思想 这比较特别的 好的 那我们还是要 最后还是要跟朋友们来说 我们这个佛陀舍利展 通过活佛的介绍 大家对舍利 能有了更多的一个了解 那么说这个佛陀舍利展 是在下个月 就12月的14号到22号的展出 展出的时间是上午的10点半 到晚上的8点半 我们具体的地址是在 Unit 1 232号 霍林顿 Street 霍林顿 Street Horvik 朋友们感兴趣的话 可以到时呢 先去坐下参观 好的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 就请霍峰给大家介绍到这